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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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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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手准备 试剑 试剑 准备 准备 好嘞 拿出你的实力对付我呀 赵振宇选手 这场比赛的风格不大一样 以前都是以防守为主的吧 今天一直在成功 难道碰到西日飞手 热血沸腾了吗 杨延选手则一直在抬取手势 进攻不是很积极 难道心中有什么困难 赵振宇选手目前领先 但杨延选手 却一一化解了攻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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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好 好 小姐 好 小心点 师兄 小心 你怎么样 师兄 来 来 来 师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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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来来 霍尘方 赵振夷 那时我跟师兄 最后一次见面 达手 童子峰 你最好 带上点户具 我怕我把你打残了 哈哈 你一分钟就够了 还带什么护具啊 调不齐我 你过来 我保证打不死你 轮百事一位 好好好 好好好 你晃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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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晃 别哭了 起来吧 每天看你拿这本破书念 不知道的 以为你在练奎花宝典呢 是啊 只不过是你练得太糟了而已 来 看好了啊 让你看一看 真正的轮百世一位 好厉害呀 是啊 这是我专门为拳王猛虎设计的必杀招 我告诉你啊 大家都等着看你当沙包 被猛虎一顿暴打 那恐怕他们要失望了 管他是拳王猛虎还是拳王老鹰 或是拳击冠军 只要上了擂台 我就没打算数 泰克英文美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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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现在不用 مس frogs pert 你示範开 但是我一直相信 才可以想到你 这个培醒了 大 Cow wr,雷? 这样是不能捙人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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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姐 你手下敗將又來找茬了 輸了比賽就拿我出氣 對我有什麼不滿 咱們劍道上進 再敢欺負我妹 我一定加倍奉還 白無雙 下次比賽 我一定贏過你 你給我等著 怎麼了 就你那樣 再努力十年也打不過我姐 好了 易奕 你沒事吧 沒事 對不起哦 又害你被人找麻煩 沒事兒 獅子總要挑軟的吃嘛 你這顆獅子這麼硬 他們咬斷了牙也吃不下去 要是讓人知道 激劍冠軍趙震宇的女兒 被人欺負了都不會還手 多難為情啊 哎 要是被人知道冠軍的女兒這麼弱 那豈不是這麼糟糕 哎 雖然有點不負責任 但是以後趙家激劍的招牌呢 就抱在你身上啦 希望今天的招生順利 如果能多招一兩個激劍好手 金震宇的話 那姨父也就不用擔心了 嗯 走 哎 哎 少康 是不是快到你了 謝謝老師 下一個 少康 好 你就是中學組 激劍冠軍少康 是啊 你決定好了嗎 少康同學 在你回答這個問題之前 我希望你能夠審慎評估 你所做的選擇 歡迎加入鎮宇激劍隊 你的實力將會大幅度地提升 雖然你是前中國配件隊的隊長 可是鎮宇學院的配件隊 好像已經連續四年 在試運比賽上爭冠失敗了吧 少康同學 我們奧勝學院陣容強大 實力雄厚 即將挑戰試運五連霸 這個紀錄挑戰起來 是不是讓人更加熱血沸騰呢 不管是破除連敗 或者是取得連勝 對於我來說 都有很大的挑戰性 你要想清楚 現在的決定 關乎於你的未來 基劍是鎮宇學院 重點培育的項目 我們倾盡學院所有的資源 放在這個項目上 去年女子組冠軍白無霜 就在我們學校就讀 白無霜 白無霜女中豪傑 一直是我欣賞的目標 我覺得她的劍術 即使放在男子組裡 也毫不迅速 我剛才竟然把這點給忘了 幸虧趙教練提醒了我 那既然白無霜在鎮宇學院 那我就選擇 奧盛學院 奧盛學院歡迎你 為什麼 因為上週我從白無霜那裡 受到了一萬點的傷害 白無霜 無霜 無霜 我喜歡你 我做很久之前 就開始喜歡你了 做我女朋友吧 可是 我只喜歡機箭 我也喜歡機箭 你想想啊 我喜歡那種 在場上比賽 下面有人幫你加油的感覺 這樣不是更安心嗎 對不對 為什麼有人就會安心啊 比賽的時候 別人又幫不上忙 除非那個人是奧運冠軍 他能幫我分析戰術 提供能力 普通建議 這樣才會比較安心 奧運冠軍 恭喜師兄啊 今年的章目又不足 surg了 不過怎麼樣 可是誰也 código 教不好的教練 怎麼可能教好 別人家的孩子呢 我看你們鎮宇學院的配件隊 乾脆解散吧 我們奧盛學院 非常歡迎鎮宇學院的重艦 和花艦隊的隊員申請轉校 不要以為有一個 青少年組的全國冠軍 卻了不起呢 別忘了 還有一個 比邵康更厲害的選手 叫鄧爾豪 不會想辦法 讓鄧爾豪加入鎮宇學院 事與在 我們不見得會輸 如果鄧爾豪加入了鎮宇學院 那這次的試運賽 就有點意思 來前面 一下子 給我 喂 赵叔叔 二航啊 你呢 在国外历练那么久 也是时候该回国了吧 我们得往国手的目标白系的 哪怕就回来一段时间也好 来和我们一起训练 分享一下国外的经验 再说你也很久没有看到 吴双跟依依了吧 姐 你说儿儿会答应吗 很难吧 别挡路 运动员最看重的 就是棋风对手的快乐 儿豪的实力在几年前 就已经横扫全国 现在就更不用说了 又想让儿豪回来啊 除非这里有他认可的对手 那就好啦 我用了洪荒之力 通过了雅思考试 递交了英国学校的申请书 躺而成了 那我跟儿豪之间的距离 就只剩下一条英吉利海峡 他如果这个时候回来了 那我们不是又成了 牛郎跟织女 赵织女 嗯 既然你暗恋儿豪 你就不应该放弃肌剑 你也知道儿豪是一个肌剑痴 出来肌剑 他什么都不在意 你不练剑 怎么跟他有共同语言 怎么能够打动他的心呢 我又不是不懂肌剑 我只是不感兴趣而已 再说了 你想让驴子跑 你也得放点好吃的给他呀 没有儿豪 我就没有一点动力 你信不信 我拿一个鞭子 在这个笨驴子的屁股后面 抄它一下 他也会跑的 好啦好啦 吃饭吃饭 人格有志嘛 依依能够确认自己的志向 也挺好的 虽然放弃了苦练多年的 那一点点实力 但是能做自己感兴趣的事 也挺不错的 对 我呢要成为一名 优秀的建筑设计师 再怎么有天分呢 也要拿到入学的通知书 才能吹牛 我们家依依啊 打小就跟在这个耳豪的屁股后面 连她出国都不放过 这看在别人的眼里 还以为你在讨债呢 讨感情债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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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希望她可以在家中 我希望她能夠交往前 我希望她能夠來回家 我回家後 我會預約了一張手指 用手指的手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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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是在乘搭卵 我只需要乘搭卵 喂 依依 你怎么还没到啊 比赛都快开始了 我马上到了 你怎么穿成这样啊 咱们是去看格斗 又不是去看歌剧 我今天要去接耳猴子鸡马 我那么久没见他了 当然打扮一下了 快走吧 等等 还是我呢 你今天画风突变啊 戴个这个颜色的帽子 还一声闪电 怎么了 不好看啊 我看闪电的粉丝们都这样穿啊 你突然有一颗追星的少女心 我觉得 那我那我还是回家换一下 比赛马上开始了 先进去吧 好吧好吧不管了走吧走吧 你穿什么都好看 我真的很好奇 这个闪电到底是什么人啊 居然能让你放下矜持 当他的粉丝 你看了比赛就知道了啊 这个闪电真的很特别 看他的比赛 甚至能给我 激剑进攻时的启发 激剑跟拳戒也差太远了吧姐 走吧 各位观众大家好 这里是我们拳王闪电的比赛现场直播 我是你们帅气的转播员 小虎 面对来势汹汹的猛虎 让我们来看看闪电现在在干些什么呢 看看看看看看 这精实健壮的好体魄 但是 在我们的赛前预判当中呢 我们的猛虎却遥遥理先 针对这个事情 让我们来采访一下闪电是怎么想的呢 看这儿 告诉你们啊 就是在全场观众不看好的情况下 赢得比赛那才叫爽 那才叫带劲 懂吗 特别期待看到你们赛后 啪啪啪打脸的样子 好了好了好了 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吧 到这里吧 让我们一起睁大眼睛 为我们的闪电加油吧 老板 你是拳击有意交流赛的第一棒 好好干 把气氛给我炒热一点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城市拳击馆 这里是第三届拳击友谊交流赛的比赛现场 首先有请的是著名拳王蒙虎 快点加油 蒙虎 好 蒙虎正在进行战斗前的祈祷仪式 监制作人 接下来有请中国陈王闪电登场 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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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制监制 善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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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糖节眼为你们平所 �니다 请双风不我 是不是把香金帝点告诉我 这才好看的 好好地比赛 加油 加油 接下来有请我们 本次大赛的裁判入场 请双方准备 双方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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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加油 闪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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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 开始 躲 躲开呀 闪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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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闪电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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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是不明白了 这种野蛮比赛有什么好看的 你看了闪电的新手 还不明白吗 嗯 他的距离感和时间感掌握得很好 这很不容易 他是一个很有天赋的运动员 闪电的灵活度很高 也不均衡于套路 而且他是传统的拳击手 猛虎又擅长鱼发 新柔术物和胎群 闪电一定不擅长胸鲤器 他如果被封了拳 必败 加油 加油 不好意思 美玉 让你看到我这么狼狈的样子 这场比赛我会赢的 因为你 姜氏也挺好温的 静我一下 我没说要借给你 我的新衣服 丁丁 丁丁 你怎么打啊 丁丁 你怎么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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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啦 皇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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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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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忍着点 医生来之前 我先给你简单的包袋一下 我是你亲哥 不是你杀父仇人 下手轻点吗 这不够轻吗 这跟你在台上比赛打拳 你觉得哪个轻啊 这么搞不得 怎么会有你这种人 想能用挨揍的方式去赚钱 这也不是挨揍啊 这是揍别人 你想想 又可以揍别人 还有钱哪 这下上有比这更爽的事吗 万一点 神殿这个人 没想到还挺有意思的 你醒了 感觉怎么样 医生 我妹妹的身体素质一向挺好的 怎么会突然这样啊 你妹妹本身血糖就低 而且 连续一个星期 每天只吃一个屏幕 当然会晕倒 你的肠胃现在很弱 不能立刻进食 必须要输完夜才能离开 这么多 我得输到什么时候啊 我还得去机场呢 你要是不输完夜 等会儿晕倒 又得坐救护车回来 你就听一声的吧 好 又见面了 一天一个苹果是吗 亏你想得出 这么蠢的减肥办法 不要命了 姐 你没听说过这样一句话吗 一天一个苹果是一种 又健康又营养 又能减肥的事 我懒得理你 姐 紧急处理得不错啊 必须的 谢谢啊 我这不是夸你 不过这几天还是要多注意 不能有大的动物 好 你这固定包扎的手法 很熟练吗 如果可以的话 我还真不希望自己这么熟练 休息一会儿 一会儿到前台零点药 就可以离开了 好的 谢谢你医生 那 等会儿我去找你 好的 那 谢谢医生 拜拜 拜拜 哎 小妹 包扎的手法这么熟练 是不是多亏了当哥的我啊 哥 咱们能不能不打拳了 不打拳了 靠爸一个人要活这个家 那你的学费医药费谁付啊 这些我都知道 所以 我告诉你一个小秘密 我考上医学院了 我还拿到了全额奖学金 所以以后我自己的病 我自己可以依赖 这么好的消息 你现在才告诉我 那这么说 我这些年的付出 没白白牺牲了 所以你现在可以收起你的拳头 把你全新未拆封的脑袋 拿出来使用了 不错不错 什么时候会这么碎人了吧 没 我没有啊 哥 没有 我怎么敢啊 我是不是该削你了 谁教你的啊 谁教你的啊 这样死我啊 信不信我削你 信不信我削你 闪念这个人 不信啊 还挺有意思的啊 那你看看 他们说你俗情真好 给你颜色看看 我觉得他妹不挺好 这闪念也太二了吧 我全是肌肉 行动都只能靠眼睛反射 过来 都是因为他 要不然我现在就在机场了 行了你 别闹了 快了快了 很快就要输完了啊 别闹了 恐ろ 你的司机 送给你吧 你不要了 不要了 那就不客气了 谢谢了 你为什么来看过比赛 难道你也是粉丝 粉什么丝呀 我是被我姐给拖去的 要不然我才不想 看那些眼睛促促懂事 这么说我得感谢你姐妹 把你送到我面前 对 你得感谢我姐 然后碰我一身血 上哪儿去 别别别 哥 再聊会儿啊 姐 答应我回学校继续复读 升学吧 也是啊 要别人知道你哥是三流高中毕业的 也挺让人头疼的 那哥答应你 考上北大 怎么着 哥有鼓气吧 你 你没有金刚在 你干嘛懒慈禧活啊 你以为北大是便利店啊 每天在门口给你来一个 欢迎光临 谢谢光临 你要不要考虑一下体育学院啊 体育学院提供奖学金的 你身手不错 真的可以考虑一下 走吧 姨 好 你等会儿 你 什么体育院啊 说清楚点 你可以上网去查一下 比方说镇宇学院 镇宇学院 这女学院 走吧 我觉得他们说的好像挺有道理的 像你这种身强体壮反应敏捷的人 念体育学院最合适不过了 要不要适应使然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又拐着弯骂我呀 你听得出来 还不算太笨吗 走吧 回家了 走了 回家呢 我给你做点汤 给你补一补 跟我回去了 我一会儿还要打工呢 还打工啊 你都生成这样了 皮外伤没事 你把药拿来 我给你装上 不行不行 你得跟我回家 送完卖了 送完卖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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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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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我先拿 你 都不太打走 快快快 走了 走了 来里面 走 你好 你的外卖 分了 终于干完事的 可以织段好了了 唉 我愛你 一一跟五双呢 不是说在这见面吧 手机偏偏这个时候坏了 先去市区找个地方修手机 再跟他们联络 姐 你快点 要不上了 赶紧的 快快快 知道了 姐 你看都没人了 我给她打个电话 姐 我电话打不通了 打不通 她关机了 我跟你说的吧 回家换衣服肯定来不及 你说现在怎么办 这一个人都没有了 咱们去哪儿找她呀 姐 我怎么能穿那身衣服来接她 好吧 别急 别急 咱们去广播找人试试啊 走 姐 你别着急 你注意安全 快点 快点 再不快点的话 快点 快点 知道了 知道了 快点 快点 你怎么那么着急啊 来 来 来 快点 快点 姐 你说这广播都广播了这么多次 天都会黑了 还是没找到二号 他去哪儿了 他去哪儿了 听见广播 签讯 你这也报警吧 没那么严重吧 二号都这么大人了 而且他又有咱们家地址 说不定 说不定他已经打车回家了呢 姐 你可别忘了 二号读中学的时候 他完全是可以让自己迷路的那种 他就是个路痴 那都是多久以前的事儿了 现在手机地图定位那么方便 要走丢还需要天分呢 关键是他得会用这个定位功能呀 他完全就是个3C白痴 也是啊 也是啊 那要不我先打个电话回家问问 嗯 喂 义父 哦 二号回去了吗 还没有啊 我和依依在机场和他走丢了 你先别着急 我们再找找看 好好好 好 我的二号你到底在哪儿啊 奇怪 都正常啊 怎么手机也打不通 网络也上不了 算了 导致嘛 雷尾 我改进了 我改进了 formal 是 три 我认为我应该是考虑的 我应该是施的 用不过把借费 有的 在测试上 humility 是 我认为你 我去看你 不行了 开门做生意就该收钱的 这样好了 这支表我留在这里做底啊 真的不需要这样啊 先生 我一定会回来还钱的 好吧 真是个有原则的怪人 多少钱啊 两百三十四元 先生 给你三百 不用找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